在我们的印象中学校就是有非常多的学生上学,每个班中大约有30到40个学生,老师非常的少,因为他们要教授好几个班级。但是在这个地方老师的数量要比学生多,这个地方就是英国苏格兰的外斯凯里斯小岛上,这个小岛非常的小,只有5平方公里,岛上的居民大约只有70名居民在这里生活。 不要看这个小岛非常的小,但是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,这里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,有医院、消防局警局还有学校,但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就不那么幸福了,因为全校就只有他一个学生,非常的孤独。 一旦他请假整个学校就跟着放假了,所以一般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,他是根本就不能够请假的,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,并且他不能够像普通的学生一样翘课。 还有就是在课上开小差,这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孤独的男生,这个男生叫做安德森,因为这个小岛实在是太小了他的爸爸沈坚树子,还有他的妈妈是当地的消防员,他们生活在一起,每天他都是第一个上学最后一个放学的人,因为全校就只有他一个人。 虽然学校只有他一个人但是该有的课,他都是要学习的,他的日常课程包括数学、英语、科学、手工、烹饪和体育等等非常的丰富,不是说只有一个孩子就敷衍了是,这个岛上,对于教育的投入还是非常的大的,在这里孩子能够学习到很多的东西。 这个就是他的学校,虽然只有他自己但是却有大约五个老师,对于教育的投入也是非常多的,这孩子的教育成本,高达每年75357英镑,将近75万人民币。 这个课是普通学生的好计备,但是这个小岛决定把这个学校给留下来,因为教育非常的重要,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孤独,没有小朋友陪着玩耍。 尽管没有人跟他争抢这些东西,但是他的心中是非常难过的,有几个老师为他服务,干错一点事情就会被老师知道,完全就是封闭式的学习。 等他长大后恐怕上学的记忆中只有自己还有无尽的大海。